大家好,我是八戒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0年9月30号星期三 在昨天晚上已经结束了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的电视辩论 昨天这场电视辩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基本上不能用精彩来形容它 只能用非常非常的混乱和闹腾和非常非常的折腾 等等的这些非常不礼貌的这些词语来形容这场电视辩论 八戒看了这场电视辩论 基本上是毫无章法,毫无头绪 虽然他之前也公布了大概是五个还是六个这样一个议题 不管是关于经济的,还是关于种族的 还是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 还是目前这样一个疫情的 这几个议题呢都是没有进行任何一个深刻的这样一个辩解 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深刻这样一个双方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讨论 反而是呢目前根据特朗普这样一个今天早上这样一个推文呢 他是po出来说我一个人战胜了两个人 这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呢目前从昨天晚上整个华莱士作为主持人 我认为这是华莱士目前几十年的这个主持生涯当中 是最失败的这一次的主持经历 主持的这样一个过程 事实上他基本上是苦不堪言 他如果再次回首 昨天晚上那样的一种主持风格 明显的是这样的一种带节奏 明显的是有一种带节奏 明显的是有一种偏袒 美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话题 也是今天上了热搜 那么这样一个三个老男人分别都是73岁74岁和77岁 为什么能够唱出女人都唱不出来的 这样一出大戏呢 那八戒今天就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首先呢来自英国BBC 他们统计呢 特朗普目前由73次打断拜登 拜登总计发言时间43分钟 特朗普的发言时间38分钟 双方关于冠状病毒疫情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间 发言时间是20分钟 而且在这次辩论以后呢 这样的一个民意调查也是出来了 根据BBC这样一个统计呢 目前的民意调查是拜登50%这样一个领先 川普呢只有43% 从这样一个民意调查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特朗普呢 他整个这样一个民意调查的比率啊 应该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之前呢 大概最高的时候呢 拜登是领先于特朗普9到9.5个百分点 而现在呢只有7个百分点 说明双方在这种基本盘 基本面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而在这个摇摆的选民当中呢 应该也目前也没有看到一些特别明显的一些变化 那么为什么这场辩论呢 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些争议呢 首先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拜登 他是非常非常的不礼貌 在当中呢 用了一些比较不雅的一些词语 像这个称呼特朗普总统为小扯 并且对特朗普说 伙计你应该立即闭嘴 你应该立即的闭嘴 你不应该打断我 另外呢 特朗普说 你不应该用聪明这个词来称呼你自己 他对拜登说的 他说你几乎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你几乎用最差的成绩毕业了 在这47年的参政的这样一个政治上下当中 你什么也没有做 而拜登呢 他也是反击特朗普 他说你对冠状病毒整个这样一个治理过程 是充满了谎言 充满了欺诈 所有的一切 你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政策 全都是谎言跟欺诈 另外呢 你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 特朗普呢 他随后他也是说 如果拜登先生担任美国总统 将会有更多的人死亡 另外呢 双方就是在于美国最高法院 这样一个候选人提名 关于美国奥巴马卡尔 和这个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 以及关于种族歧视主义 白人警察 以及美国的执法等等的这些方面 都进行了一番相互的这样一个攻击和指责 那接下来呢 巴基就给大家认认真真地分享一下 这当中到底产生了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联谊 后续的这些波澜 其中呢 今天有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来自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 这样一个组织呢 他们说他们从昨天晚上当中 已经看到了这场辩论 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而且是迅速的 基本上是在开场 大概10分钟15分钟以后 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三方混战的 这样一种局面 他说在接下来的这几场辩论当中 我们会修改当中的这些规则 我们会考虑暂停某一个人的 张东南这个麦克风 比如说某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想对于进行一个插话的话 他会把你的麦克风给你禁掉 也就是说你会处于这种禁声的 这样一个状态 另外呢 关于这个主持人案 可能他会也会做出一些调整 而且呢 巴基接下来也要重点的来聊一下 这个华莱士到底给予川普 给予拜登提出了怎样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会引起对于这个主持人 特别是华莱士 他肯定会感到后悔 因为他目前在网络上面 对于他昨天晚上这样一个主持 对于他怎么样去控制现场 这样一个节奏 明明白白的是表现的非常非常不好 那在昨天晚上呢 特朗普呢 他也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些问题 就是他根本没有搞清楚 在这个演讲台上到底谁才是老板 他总是认为他自己是老板 那在这个学徒这样一个TV秀上面呢 他自己确确实实是老板 而在美国白宫呢 他自己也确实是老板 但是在昨天晚上 克里夫拉这样一个演讲台上面呢 他自己根本不是老板 他只是一个过来参赛的一个选手 他只是代表他自己共和党 他代表他自己 现任总统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岗位 来进行这样一个陈述 来希望把他这样一个执政政策 给他描述的清楚 给他能够吸引到 更多的中间摇摆派这样一个选民 也让更少的这些人能够流失掉 从他的阵营当中滑出去 所以这是特朗普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而拜登呢 他也是应该拉拢更多的这些选民 而不是这个纠缠与互相进行这种辱骂 另外呢 目前华莱士呢 他也是屁股没有坐正 他根本不是坐在这个主持人的位置上 他的屁股已经是歪到了拜登的板凳上 已经歪到了拜登所占据的 这个这个民主党这个这个方向 那现在八戒里下华莱士对于特朗普提出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 因为当一个人在向你提出问题的时候 如果他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一个隐含性的坑在这里 本身就是有个套路在这里 那你根本基本上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避掉这个坑 你很难去回答 特别是在这种现场非常激烈的情况下 你每个人只有两分钟这样一个自主回答 而且在这两分钟当中还有可能被别人打断 首先这个问题提的就是比较有争议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 它并不是一个中立客观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会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首先这个谴责跟白人至上主义 他把两个页挂钩的话 就会让你脱不掉干系 你到底是谴责呢还是不谴责 如果他这个问题换你的方式问 你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目前白人至上主义的 如果他要是说让你去怎么样去看待 那你就可以去说你是怎么样去看待的 如果他说直接就了当的 把你这个人把你这个语境去放在 你是不是要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这就好比白人至上主义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本身他这个美国现在流行的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这是完全跟美国现在的行情完全是不相符的 在这一次美国全国大流行病爆发期间 美国这种爆发的BLM运动 到底是谁在这种打砸抢烧 到底是谁在扰乱美国各个地方的城市的秩序 到底是谁在跟警察进行发生这种暴乱 发生这种到商店去打砸抢烧 白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白人反而是在拿起枪维护当地的这些社区的安全 大家从各个社交媒体当中应该去搜索一下 应该都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些暴力行动 反而都是有这种左派的 这种黑命贵的等等的这些群体 所来引起的所来爆发的 所以他目前绑特朗普就是放到这样一个语境当中去 就是让你不得不承认 实际上你要承认第一点 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 在这次当中 白人至上主义是充当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角色 第二个 你要不要谴责白人至上主义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白人 所以呢 这就是给特朗普下了一个套 你到底是要不要去去中央要去作答呢 那特朗普是怎么样去回答呢 他就反问华莱士 你想让我谴责谁 华莱士就把这个名字给他点出 他说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右翼民兵 好吧 就好比说是骄傲的男孩 这样一个右翼的一个团体 那特朗普呢 他就是说骄傲的男孩站起来待命 但是我会告诉你 这是什么 我会告诉你这里有什么东西 有人必须对安提法和左派的这些人做出一些事情 因为这根本不是右翼的这些问题 这是左派分子的这些问题 所以呢 特朗普他也是说 我会谴责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 另外他也就一再表明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右翼团体所挑起的 根本就是你们这些左派的这些人所挑起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首先他就是假定性 非常非常严重 让人非常非常有奇异 把人直接把这些听众 把这些观众直接给你带进去了 所以呢 特朗普呢 他也是基本上是有口难辩 首先他进行一个复合 他说我会谴责 其次呢 他就把话锋转向了这个左派 认为你这个问题本身就给我下坑 这根本就是扭曲事实 明明是左派的问题 你干嘛要扯到这个右派上面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华莱士呢 他也没有对于战功问题发问拜登 他对于相同的这些问题 或者类似的问题 他也没有让拜登来进行回答 比如说他会不会去提问一个拜登 他说你会不会谴责BLM当中 这些打砸抢烧的这些人呢 他说你对于在这些BLM运动当中 这些发生的这种打砸抢烧 这部分群体目前有数据报告统计 基本上都是这些黑人群体 或者是这些这些比较极端的这些左派分子 你对于他们的这些行为 你要不要谴责呢 如果华莱士对于拜登发出这样的一些疾问呢 发出这样的一些质问呢 那就说明华莱士还是一个比较中立客观的 他把这样一个刁难的问题呢 也是换了一种方法 抛给了拜登 但是华莱士并没有这样做 他也没有让拜登回答类似的比较极端的 比较让拜登处于这种难堪的处境的这样问题 所以华莱士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面 基本上屁股已经是坐在了这个拜登这边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这个华莱士继续提问 你是否相信黑人有不平等的司法制度 你还能看到了这个华莭士继续提问 好 来吧